如果大家看到标题点进来了 那大家应该已经知道视频的内容了 所以在视频开始之前呢 我想先给大家出一道题 你们能看出来哪一边用的是冷面 哪一边用的是预兰油吗 现在赶快把视频暂停 我等着你 在下面给我留言 不要作弊哦 哈喽大家好 我是Linda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呢是12月1号 也就是说呢 我的30天的这个实测呢 正式的结束了 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现在就跟大家解释一下 大家看过我之前的一个护肤routine的分享呢 那里面有一个维他命C的一个精华 我已经用完了 所以呢 那一用完了以后呢 我就又开始用了我的这个 好基因的这个精华 那因为这个精华呢 它是这种膏状的嘛 就是乳霜状的 所以呢 我就觉得我最后一步的那个 玫瑰籽的那个油呢 就不太好用了 因为大家好像一般是建议 就是这个油呢 都在底下 然后最后一层涂 这种乳霜类的这种产品 所以呢 我就想说 我就直接把那个油呢 换到早上涂 然后晚上呢 我就再找一个面霜类的一个 晚霜来涂 所以呢 这个是我换这个面霜的一个契机 我刚刚好呢 也没有合适的面霜 所以我就着着急着跑到Target去买面霜 然后我就看见那个 玉兰油的那一款 就比较贵的那一款 红皮的那个 因为很多人呢 就说它对抗皱啊 抗老化啊 什么的这种提拉紧质啊 都挺好的 所以我就想试一下 它也算是药店里面 比较高端的一个品牌了吧 我去买的时候 它都在那个玻璃柜子里面 都不是说开架的 然后得叫那个店员过来 给你开门 你才能买 我说 有没有这么神秘啊 也就是二十几块钱的东西 也不会有人偷吧 anyway 我就把它买回来了 然后用了两天呢 我突然就收到了一份礼物 就是这个 LAMIR的这个面霜 其实我是挺想用一下它的 之前我出的那个 反购物分享里面 说我不会买LAMIR 但这个也不是我买的 这个是别人送的 所以呢 我就也是挺想尝试一下 因为大家都吵得这么火 除非我觉得你是一个 与世隔绝的人 你可能没有人 没听过这款面霜吧 所以呢 我就挺越于是挺想尝试的 后来我就在纠结说 是不是要把玉兰油的那个用完了 还是直接把它停了 然后开始用这个 后来呢 我就灵机一动 我就在开车的时候 有一天在想 我干嘛不两个一起试一试 既然它们两个价钱差的这么多 又是属于同样的那种 比较滋养型的那种面霜 虽然可能功效不是完完全全的一样 但是这两个应该 不是针对稍微成熟一点的 肌肤的那种面霜吧 所以呢 我说为什么不把它们两个比较一下 看看它们两个 到底有没有什么不同 所以呢 现在就是我已经用了30天以后的这个效果 刚才给大家看了一个片段呢 就是我素颜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有什么不同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出来 哪一边用的是冷面 哪一边用的是玉兰油 所以答案马上就揭晓 但是呢 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近期的一个护肤routine吧 因为我是上次出了以后呢 也有一些些的改变 然后很多人都让我出一个update 一个护肤routine 所以我就快速的给大家说一下 那我洗完脸以后呢 还是用的这个乙醇酸的这个化妆水 这个呢我已经用到这儿了 就是差不多一瓶都快用完了 我用的非常的好 上次我也有说过 所以这个是非常的推荐 而且好像才5块钱还是7块钱 超级的便宜 所以这个是The Ordinary Gycolic Acid 7% Toning Solution 所以这个呢是我用的化妆水 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小东西 就是这个 这个叫什么拍拍乐 还是拍拍棒啊 然后它的包装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呢是我合作的一个网站呢 它寄给我的一个产品 让我试用的 所以呢我就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我很感谢他们寄给我这个产品 但是呢我跟大家说 我说的全部都是我内心的 真实的感想 不会有半点的 就说好像他们寄产品给我 就一定要说他们的好 所以这个是百分之百 我自己的想法 我把所有的产品信息呢 给大家打在这个地方 然后把所有的链接呢 链在产品的信息栏里面 这个东西呢 它就是你在洗完脸以后 就是用你的化妆水的时候呢 就把化妆水呢 倒在这个海绵上 你一开始拿到的时候呢 它这个海绵是非常非常硬的 我可能在水底下 可能有近了10分钟 它才开始变软 但是后面呢 只要你每天用 基本上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就是马上就可以湿了 然后马上就可以让它变软 然后你洗完脸以后呢 把化妆水倒在上面呢 你就在脸上这么拍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这个声音 它这个拍的力度呢 就是你当然也可以更用力 或者是你可以更轻一点 那我呢 基本上就是让它这个惯性 是这么拍 就是把手指呢 捏在这个地方 然后让它的这个 自然的这个惯性拍 拍在你脸上呢 其实是不能说疼啦 但是是有一点力度的 所以并不是那种轻轻的 好像没什么感觉的 绝对你是有感觉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感觉还挺好的 我好像在哪里看到 就是如果你这个皮肤呢 受到一些外力的刺激呢 它会促进你的这个 胶原蛋白的生成啊 里面的一些修复 就是皮肤自己呢 会有一些修复 这个我觉得是 对它是有用的 而且最少最少 我觉得它应该有一个 就是血液循环的一个功能吧 这个反正大家自己 去做一下功课吧 我也不知道它的这个 医药的原理 反正我就觉得拍的挺舒服的 拍完了以后呢 我就会觉得我的肌肤 也不知道是 自己心理作用还是怎么样 就是这个皮肤吧 就是可以捏出水的那种感觉 就特别保湿 然后特别 砰砰的膨胀的那种感觉 就是那种 好像真的就是 有胶原蛋白在生成的那种感觉 就是好像 鼓鼓的那种感觉 我不知道是我的心理作用 可能心理作用多一些吧 但是我觉得用完了以后 就是那个感觉 真的是挺好的 原因我要说一下呢 就是我觉得它会比较浪费化妆水 因为其实我之前 好像没有跟大家分享过 我自己用化妆水的习惯呢 就是我其实用先把这个化妆棉呢 在脸上就是做一个最后的清洁 然后顺便呢 让肌肤呢 这个PH值平衡一下 这个其实就是化妆水的这个功能 然后呢 我会再倒一点点在水 手上呢 我会把它拍在脸里面 我觉得让它做最后一次的保湿吧 这个是我延续了好多年的一个习惯 所以我的化妆水特别的费 我买那种 每次都买那种超大瓶的 但是也用的非常快 所以这个呢 如果大家是怕浪费化妆水呢 就是要考虑一下 但是我觉得反正我也有这个习惯 我就不介意 就是我拿手拍 我觉得不如拿这个拍的 来的效果要好 因为它这个海绵里面 它已经进入这个产品了 所以你拍很长时间呢 它都是还有那个效果的 你要拿手拍呢 一下子就反正拍两下就没了 因为我是这个感觉了 我建议大家呢 就是先拿水呢 把它浸湿 然后把那个所有的水都拧干净 让它呢 本身这个海绵呢 是有一点湿度的 然后再倒化妆水呢 就不会那么浪费 如果是你拿化妆水 想把它浸湿的话 那浪费太多了 所以我不建议 就是大家如果要用的话呢 就先把它湿一湿 然后再倒一下这个 然后在脸上就这么拍一拍啊 然后就是在脖子上 我觉得也能拍一拍 尤其这种我觉得在这个脸颊 这两边 因为我觉得我这个脸颊呢 这边比较塌 就是比较松弛了 已经就是在塌 但是我现在呢 当然这个也可能不是全 完全是它的功效 就是可能跟我其他一些 护肤也有关系 但是我平常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呢 我就多拍两下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效果了 但是我感觉呢 我的脸下 反正现在很多 我在微博上很多人 都说我现在脸 那个尖了 就是下巴都尖了 说你不能再瘦了 当然也跟可能瘦了有关系 但是呢 就是我觉得这个 这个地方的明显 就比较的紧实 这个好像是38港币 还是我会把所有的 我现在也想不起来 它的这个所有的信息 我会把它都打在这个地方 之后呢 我就会用我的这个 雷霆A的这个 3%的这个雷霆A 这个是Peter Thomas Ross的这个 还有3%的雷霆A的这个精油 雷霆A大家也知道 就是有帮助皮肤新陈代谢的功效 然后对这个抗老化 抗皱啊都很好 所以这个是下面的一部 之后呢 在中间呢 我会涂个眼霜 我现在的那个 科研式那个 维卡密西的眼霜呢 给断货了 我刚订了一瓶 今天刚到 所以呢 我可能还会用 延续的用它 然后现在呢 我就用了一个 反正我现有的那种 杂七杂八的牌子 这个是叫 Ollusion 应该是这个牌子 叫Ollusion吧 I love 就是I love 反正也有一些 什么抗皱啊 抗黑眼圈啊 什么的一些功效 反正 这个就是中规中矩的一款眼霜 完全就是我在断货期间 青黄不接的时候 拿来救急用的 之后呢 我就进入到 我这个好精一的这个精华 这个是乳酸的一个精华 它非常非常的好 我这个在视频里面 已经不止提过一次了 所以如果大家想选一款 就是基本上是全功能 什么都有的一款 这个精华呢 就可以去选一下它 我感觉它最好的地方呢 就是让你的脸呢 这个毛孔变得特别的细 这个是我感觉到 非常明显的一个功效 当然它其他的功效也是有了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 一个精华 所以非常推荐 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这两瓶了 就是我是一半脸呢 涂一个眼霜 另外一个半脸呢 涂另外一个眼霜 如果大家现在还没有猜出来呢 那就是揭晓答案的时候 我的这个右半边的脸呢 用的是这个海兰之谜的这个面霜 左半边脸呢 用的是这个玉兰油的这个面霜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两款面霜 这个是Ole Regeneres Microsculpting Cream 它的功效呢 应该主要是 就是除了抗老化啊 什么滋养皮肤啊什么的 主要的功效呢 是给你一个提拉紧致的功效 这个是它自己号称 是有这个功效的 那到底有没有呢 其实我也没有看见 有多大的效果 就是有多大的不同 这个呢是 Creme de la Mer Moisturizing Cream 这两个呢 一个是1.7盎司 然后这个是2盎司 这个应该是24块9毛9 20到30块之间 这个呢 是应该是375左右 反正我会把 所有的信息 都打在这个地方 然后大家可以 我现在也记不清楚 其实我没有 之前没有做多少功课 我只知道它们两个 一个特别便宜 一个特别贵的 那包装上来讲呢 这个就是完全就是塑料包装 虽然它看上去是金属的 但是它其实是塑料的 这个包装呢 明显的就贵了很多 除了它本身的这个 里面的东西多一点呢 它的这个包装本身呢 我觉得也挺 就是它是这种 玻璃的这种感觉 所以呢 它就重了很多 质地上来讲呢 这个玉兰油的这个呢 要稀很多 如果我能给大家看一下 它 大家有没有看到 它可以就是 这样拉出来的一个 拉出来丝的这种感觉 它就是这个质地呢 非常的稀 海兰之谜的这一款呢 就非常非常的稠 你如果把它 就是直接扣在这个上面呢 它也不会有这个东西掉出来 这个玉兰油呢 我就觉得 如果我把它倒过来呢 它可能过三十分钟 它里面的东西 就都流出来了 然后它是带着一个 我还有留它的包装 它带一个这种小勺子 其实呢 我是挺讨厌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东西 真的很鸡肋 因为呢 你把勺子伸到 这个面霜里面 虽然感觉好像是 更卫生的一些 但是你还是要 跟这个手去接触 然后你再接触 这个面霜不是一样的 反正我觉得 就是有点鸡肋 不过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这个质地 它是非常非常粘稠的 一款 当然这个粘稠呢 不代表就是更滋养 但是你感觉上呢 就是它更 就是用的东西 好一些吧 就是里面的这个 料好一些 一开始我用的时候呢 有一点点 比较惊讶的地方 就是它 抹不开 好像那种 后来呢 我想到有 有人呢 提过说这个 蓝芝米的这个面霜呢 你必须在手里面 先让它乳化一下 然后再涂到 这个脸上呢 就会好很多 所以后面呢 我就是一直用的这个方法 它的这个质地呢 非常特别 它一开始呢 就是你涂在手上的时候 它是很粘稠的一个 霜状的这种感觉 然后呢 你把它放在 就是放在手里面 乳化一下呢 你再涂到脸上呢 它好像变成水一样的 那种感觉 非常滑 非常的细 然后呢 大概过一两秒钟 非常快呢 它就马上就 吸收到皮肤里面 就是它那个 整个这个过程呢 非常的奇妙 就是感觉呢 就是立刻就 皮肤就吸收进去 然后你就再摸呢 就脸上没有一点 就是这种滑滑的 就是这种 特别水的这种感觉 就是完全还是 又跟这个原来的 这个乳霜的 这个这种感觉一样了 所以它这个过程呢 是非常奇妙的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两个面霜的 简单的一个介绍 那下面呢 我会给大家看一段视频呢 是我从第一天 第15天 还有第30天的时候 给大家录的 几段Vlog 就是我的一些感想啊 什么的 还有我的一些皮肤的一些 比较拉近的特色 希望大家能够 看出来有一些不同吧 所以现在我马上 进入这些片段 大家好 这是我们第一天 做这个实验 我现在呢 已经做了护肤了 然后我现在呢 就是最后一步步骤的 就是准备上 这个面霜 我决定呢 就是我的左半边的脸呢 用这个 预兰油的这个面霜 然后右半边脸呢 用这个 LAMARE的 现在大家看一下 第一印象 不知道大家在 这个镜头上 能不能看到 这个预兰油的这个呢 就比较的稀 然后LAMARE的这个呢 就完全是特别的粘稠 就是整个这个 这个霜的这个质地啊 就比这个要粘稠很多 所以这个价钱不一样 这个东西还是不一样的 虽然这个好像看上去 比这个小很多 我一会儿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到底量有多少好 它们两个呢 都是有香味的 然后两个香味呢 都是比较就是那种 比较复古吧 不能说复古 就是比较好像老的那种香味 就成比较成熟的那种香味 然后这个呢 稍微浓一点 那我就先涂一下 然后给大家说一下 第一印象 给大家拉近一点 看一下我的脸的状况吧 其实我的脸上呢 当然有斑这个就不说了 但是其他的呢 我觉得 还就是皮肤状况 还蛮不错的 我比较想要 就是改善的呢 就是头顶上这一块 我觉得就是皮肤 就稍微粗一点 然后有一些细小 小小的抬头纹吧 然后其他地方呢 就是这个法令纹上 有一点点的法令纹 就是如果你不是特别的 垃圾呢 应该是看不出来的 但是我自己 还是能感受到一点点的 所以我想把这个情况 改变一下 然后呢 就是主要就是这一块 让它提拉紧致一些 这个玉兰油的这个呢 据说是可以有这个 就是提拉紧致的功效 所以我不知道 就是蓝面的这个是怎么样的 反正这个就是我现在 基本上皮肤的问题 刚刚涂完了 第一印象呢 就是觉得这一边呢 就是比较的保湿 就比较的滋润 就比这一边 这边是鱼兰油的这一边 这边是蓝面的这一边 然后我感觉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这个毛孔呢 就比较的敷平 就比较的细小了 然后这边的毛孔呢 就好像还是 就跟原来一样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所以我感觉这个 平价的跟这个贵妇的 这个价钱上 还是有差 这个东西还是有差 所以我们看看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 会是怎么样吧 今天是11月16号 其实昨天就应该 给大家录这个视频 结果昨天晚上给忘了 所以今天给大家补上 大家就原谅了我的头发吧 虽然是一个很casual的视频 但是我起码 应该把头发出去弄一弄 就这样吧 反正也快睡觉了 现在呢 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皮肤状况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 这边呢 就是玉兰油的这一边 然后这一边呢 是海兰芝尼的这一边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 感觉到有不一样的地方 现在还没有擦脸上的晚上 我马上擦一下 然后回来给大家报告 快速的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用量 这个是我半个月以来的用量 反正两个都用的不是很多了 因为本来也就是半张脸嘛 所以用的也还好 反正我觉得两个都挺省的 这个可能更省一点吧 也许是因为我不太舍得用 所以反正半个月下来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现在呢 就是我已经上完了面霜 然后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 有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海兰芝尼这一边呢 还是稍微的比这个玉兰油这边 要有一点光泽度 但是呢 我觉得这完全是它的这个 面霜本身的一个质地 因为我第二天早上起来呢 两边都是差不多的 然后如果你把脸洗了以后 也没有看到 说这边特别比这边有光泽 还是什么 只不过就是刚涂完以后 这边呢 就好像没有什么光 但是我觉得 也许是因为这边比较滋养吧 可能含油量比较多 所以呢 就看到好像有点光泽 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自己的 就是心理作用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边的毛孔呢 好像比这边要细一些 就是比较平滑吧 可能就是 就是我觉得上完妆以后 那个感觉就是 这边呢 就好像是比这边要平滑一些 就是毛孔稍微细一些 这个是我觉得我感觉到的 唯一的一个有 比较明显的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 我确切呢 我也说不出来是不是真的 因为也许就是心理作用吧 反正 这个就是我半个月 用下来的一个感受 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11月30号 是我们实验的最后一天 也是我老公的生日 所以我今天化了个大种妆 我们就出去吃饭 然后我就是想在卸妆之前呢 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皮肤的状况 就是带着妆的 这个皮肤的状况 给大家拉近一点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 那我就感觉到 这一边的皮肤呢 好像比这一边的 要稍微光滑一点 好像这个毛孔呢 比这边要细一点 这边可能就 稍微显一点毛孔 但是你也是必须得 扒在脸上看 才能看清楚 一般呢就是 肉眼基本上看不出来的 就是 肺底离得特别近的时候 才能看出来 基本上如果 嗯 离得远一点呢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的 不一样 那我们一会卸了妆呢 把这个两个面霜擦完了以后 我们再回来 对我现在已经洗漱完毕 然后今天呢 用了一下这个 New Face的美容仪 我之前也在视频中 给大家分享过 因为就是想这个 肌肤在最佳状态嘛 嗯 然后呢 现在就是我 就是两面都涂了面霜以后 素颜的一个效果 基本上我觉得 还是跟我讲的 刚才讲的差不多 就是我感觉 好像是这一边呢 比较光滑了一些 这边是Lamere的这一边 然后这边是 那个预兰油的这一边 就是你涂完那个面霜呢 感觉这边呢 比较有光泽一些 然后这边呢 就是 嗯 就不如这边 那么发光吧 但是其实早上起来以后呢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就是我感觉就是 它本身那个面霜呢 是有一点点光泽感的 所以涂上去呢 就感觉效果不太一样 但是 其实本身呢 对这个肌肤 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 这边就比较发光 然后这边就好像 没有那么光泽感 然后啊 我这边起了个小痘痘 这边也起了一个 但是应该跟这个面霜 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跟我的 平常的护肤有关系 基本上我现在 肌肤的状况 就是这个样子 OK这个片段结束以后呢 大家也多多少少看了一下 我从第一天到 第三十天的时候的一个 实测的一个效果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感觉到 有什么很大的不同 那我现在呢 就以我自己的一个 感受呢 来做一个总结 那我感觉呢 这个Lemire呢 其实我一开始 做这个视频之前呢 我是完完全全 准备吐槽它的 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个 就是这个面霜 都不值四百刀的 这样的一个价钱 即使是它用黄金做的 我觉得我都觉得不值 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呢 我觉得它确实是有它的好 就是你能感受到 它的那个奢华的那种感觉 你能感受到它那个 非常滋养的那种感觉 你能感受到 它这个面霜为什么贵 但是话又说回来呢 我确实没有感觉到 我有看到一个明显的一个差异 就我感觉呢 如果要是这么贵的东西 它是它的不止十倍的价钱 要我用这样的一瓶面霜的话 它必须是那种 就是类似那种 医美的那种效果 就是我能看见 特别特别大的一个 不同的效果 我才觉得它 是值得它的这个价钱 所以呢 最终我的感觉呢 我是不会马上 跑到店里面去 想要买它 想要回购或者怎么样 如果要是我有一天呢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我的经济能力 能够承受得起 我觉得现在也能承受得起 但是我还是觉得 就是把这个钱花在 别的地方上更好 就是它没有让我觉得 真的是好像 那么想要去 马上去购买的欲望 我觉得 60到80到的 这个价位的 这个面霜呢 有很多很多 很好的牌子 比方说 Sundie Riley 比方说 Kate Somerville 比方说 Drunk Elephant 这一些呢 都是比较高端 然后他们用的东西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然后我也觉得呢 就是可以达到 它能够达到的效果 就是你不一定 我不是说所有的人 用这个跟用这个 是完全一样的 你就买这个就好了 实在用不着这个 它的这个价钱的差异 还是有它的道理 它确实是 这个里面呢 可能用的成分啊 什么的 确实是不如这个好 但是我觉得 如果拿它 跟比方说 Sundie Riley的 Tidal Cream 那个是多少钱呀 60刀 还是80刀 还是40刀 我忘了 反正就是一个 比较中等的一个价位 它也算是比较高端的 它里面用的东西 也是很好 那我觉得 它们两个比起来 我觉得可能 就是没有什么 太大的差异 就是两个 都是用的好东西 只不过就是可能 它就是 这个牌子 也占很大的一个比重啊 就是在它这个价钱里面 它的这个含金量 是比较高的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 最后的一个感想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了 我觉得最后 还是没有什么答案 但是呢 就是以我这个 30天的这个 实测的这个感觉来说呢 我觉得 我现在给它拉近一点 我觉得呢 真的是没有看到 什么太大的 一个不同的地方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 也许我每天看我的脸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希望这个视频 对大家有 多多少少 有一点点的帮助吧 我还没有看过 有别人做类似的测评 就是半个脸 这样30天的 这样一个实测 希望大家给大家带来一点点新鲜感吧 然后我也是冒着这个被毁容的这个危险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最后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我当时想的也许我就用的一边脸都歪了 一边脸特别好 然后一边脸就送的不行 也有这个呢 所以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希望大家能够给我留言 然后大家的想法 最后呢 为了不挨骂 我还是要很公平的说一句 我确实有两个朋友呢 跟我极力的推荐 他不是推荐这个面霜 而是他们家的其他的两个产品 我就跟大家在这里分享一下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一位朋友呢 他说他用过全世界最好的眼霜 就是他们家的眼霜 所以他们家那个绿盖的那个眼霜呢 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另外一个朋友呢 说他们家的这个修复精华非常的好 他说他自己真实的经验 就是两天前起疹子 然后涂了不到两天完全没有了 所以他说那个修复精华呢 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极力推荐我去试一下 所以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两个产品吧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大家如果是想看其他类似的视频呢 或者是想让我做什么样的测评呢 也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呢 希望多多的给我点赞转发 订阅我的频道 加我的微博 I'm this Linda Y 在微博上跟我互动沟通 那我们这次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